勇士锁定总冠军,詹姆斯在后一句话,表明他已经提前认输,回到主场的骑士还是输了第三场总决赛,出战47分钟的詹姆斯,砍下33分10个篮板11助攻的三双,在库里汤普森罕见的同时熄火的情况下,詹姆斯本有机会为骑士颁回一城的,但此神杜兰特残忍地打出43分13个篮板7次助攻的标判, 下半场每当骑士逼近的时候,都使杜兰特站出来用超远3分,用无情的妙传击退敌人的进攻,3比0拿到赛点的勇士已经提前宣布的未免成功,因为种种迹象,表明詹姆斯内心里已经认输了,和第一场结束时的愤怒,第二场结束时的无奈不同,第三次输掉比赛的詹姆斯似乎已经没有了情绪的波动, 他面无表情地接受着失利,面对波澜壮阔,可歌可泣的一个赛季,最终却以失败收尾,詹姆斯注定5位杂陈,33岁的詹姆斯本赛季的表现值得所有球迷起立致敬,在更衣式决裂,球队堕落到前八边远的危难之际,在赛中大交易的动荡之中,詹姆斯证明就自己NBA第一超距的地位, 他声声将球队抗进季后赛,一轮又一轮骑士不被外界看好,他又声声将球队抗进总决赛,然而总决赛他们面临的还是勇士,这支队伍即便伤缺了伊哥达拉,他们还有库里,杜兰特,汤普森,格林,而詹姆斯环顾四周,只能怅然若失,即便他打出51分的爆炸数据, 依然抵挡不住勇士四,各拳明星的轮番进攻,今天输掉第三场比赛,其实已经一只脚踏进深渊,詹姆斯的情绪似乎不是交集,而是已经释然,因为强如他大概也无力回天了,接受采访时詹姆斯的回答让球迷动容,就算他们有一人打得不好,还会有三到四名其他球员来扛起重担,这真是奢侈,对我来说, 今晚会很难受,我就是这样的人,今晚剩余的时光将会很难度过,我不确定自己何时才能入睡,输掉前两场比赛之后,苦苦支撑的詹姆斯,居然还受到了一些舆论的批评,一些人认为他没有在比赛间隙,更加直观的展示领导力,詹姆斯的回应让文者落泪,我不在乎,我一点都不在乎,我现在在打NBA总决赛, 你还想让我再做多少帮助队友的事儿,第三场在库里汤普三罕见同时跌入低迷的情况之下,主场作战的骑士在詹姆斯砍下三双的情况之下,仍然输掉了比赛,詹姆斯的心灰意冷,已经提前宣告了勇士的未免成功。